其實你講每一句話 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可能會影響另外一個人 所以我覺得 要成為 別人的貴人 而不要成為 別人的小人等 或者是人生命中的惡人 然後現在是我就是化療 第七次的狀態這樣子 眉毛幾乎都掉光這樣子 然後我今天就是要教大家 就如果你今天也是有這樣的狀態 或者是有些人他可能天生 因為疾病的關係 他可能沒有眉毛 或者是睫毛的話 你也可以像我這樣的畫法 畫完之後又是好汗一條 真的 對 好 會教大家兩種方法 然後包括今天眼妝也會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平常畫的眼妝這樣子 然後首先我第一個方法 我會是 我覺得這方法比較 持久 就是我會用這一個 Low Blender的一支眼線筆 原因是因為呢 他的顏色 非常非常的淡 那如果你今天拿到的顏色很深的話 可能就不太適合我這樣的方法 你可以去買刺青的眉筆 他其實就是這個東西 一樣的意思 好然後我現在就是來 先勾勒打底 然後畫的時候一定是先畫眉毛的下緣 然後你就是要慢慢的 可以把它填滿 我有些雜毛啊 我都不想要剃掉的原因是因為 毛髮可貴 好然後我現在把中間的地方 長一樣用這個刺青筆稍微的添補 然後我這邊有長一個水痘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拔 然後稍微檢查一下 有沒有顏色不均的地方 然後如果下緣不清楚的地方 你可以用遮瑕膏 然後第一步先做刺青筆先打底之後呢 第二個我這個方法是比較 偷懶一點點的 就是我會直接用眼線筆來畫眉毛 CLEO的眼線筆 就眉頭的地方是往上漲的 然後接下來後面的地方 即將會輸入眼線筆 我自己要去剷衣服 好歸 好歸 這樣因為他就有一個很粗壯的眉毛 所以你看會覺得 天哪 真的要這樣嗎 可是其實 我到時候畫完妝讓你們看 對 你會覺得我眉毛好像很濃密喔 對 我們現在就是追求一個 眉毛很濃密的感覺 那今天就是先畫一邊眼睛 然後一樣用我喜歡的 沙漠盤這一盤 然後我會先用裡面的這個 Dessert Sand 的顏色先打眼窩 一定要用這一盤裡面的一等 它裡面有個咖啡色就是用那個眼水 咖啡色的霧面 淡淡咖啡色的霧面 我這是雙頭的刷子 我剛才刷第二個顏色的那一端 稍微的 對 把它暈開往旁邊暈開 讓界線不要太明顯 第四個顏色 我會用就是右下角 最底下這個顏色 先上在眼尾 然後再用上一隻刷子 輕輕的 你看你這樣子 眉毛跟眼妝 然後 就是等下搭配起來 你就不會覺得很奇怪 等下會教大家一個就是素顏 可以用的眉毛 好 然後接下來要上 亮片色 放在眼球上方的地方 然後邊邊的地方 一樣拿剛才這隻刷子 包圍的讓他們的界線不明顯 好接下來是眼頭 這個顏色 GHT01 我覺得它拿來打那個握纏什麼 我這顏色很漂亮 然後我一起把下眼的眼妝一起畫 一樣是用 剛才這個 AIDAN這個顏色 那我人生本來沒有握纏 所以我會用 剛才這個 LOLA的顏色 畫我的握纏 這樣然後我們把眼線補上去 眼線衣我今天會用這個 鋼鐵眼線衣 你看這個 有紋眼線的地方掉顏色 我覺得整得很醜 然後接下來第一層我畫完之後 我才會開始描形狀 那你們稍微看一下 如果你還是覺得你的眉毛太深的話 你還可以用一個方法 就是 全部上完之後 你再用 面的咖啡色 你用眉粉就用眉粉吧 這是我自己 蠻喜歡的方法 我覺得也很 簡單 你覺得 太深的地方 你就可以壓一點眉粉 輕輕壓上去就好囉 不可以推它 因為這樣推掉的話 你有可能線條斷掉 對 線條斷掉就會看得出來 是你是用畫的了 我等一下會把睫毛都貼好 再看一下 對 好 然後我的假睫毛的型號叫做 N06 是在一個心意社團裡面買的 那你們看一下這一款 我的睫毛是長這樣子的 然後我睫毛會剪成 三段十六 完成囉 大家比較一下 對 那接下來我另外一邊教大家 另外一個方法 使用眉筆的畫法 眉筆的畫法 benefit 對 就先把這個框框做出來 好 眉頭這邊的話我們可以拿一個刷子 輕輕的把它刷開來 好 好 如果是一般就是你沒有要畫 這麼顏色強烈的妝的話 你可以不用畫到毛流 這樣子 你也可以這樣淡淡的就好了 兩種眉毛的畫法給大家參考了 那如果這個你要做毛流的話 必須要用到 前線筆才有辦法畫 好然後一樣用這個 眉筆造毛 對 造了一些毛髮出來 好 但顏色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一開始的底色就用的不太一樣 好 好囉 然後接下來我把另外一邊的眼影也補好 後來覺得假髮其實非常方便 然後這個是 魔法布的醫療型假髮 對 然後透氣性啊什麼 都是非常好 剛才你可能就是 就是從沒有到有的時候 你會覺得 眉毛很突兀 但其實你化完妝之後 你的眉毛是完全是 融為一體的 而且你這樣子看的時候 你是真的覺得你有眉毛 差很多的 就整理頭髮的流程 其實跟以前有頭髮差不多 就是我要說 我剛開始其實就是 也沒有想太多 就是因為這本來就是我的專長嘛 化妝跟頭髮這些東西 原本就是 我喜歡做的事情 然後我的專長 然後 所以我在身邊的時候 我還是繼續 堅持這樣子 就是還是會拍影片啊 只要大家想幹嘛 什麼之類的 但是無形之中 很多 可能病友 他們會留言跟我說 明明就是覺得 我給他們很大的鼓勵這樣子 我覺得這是 我沒有想到的部分 那 因為我 我也不知道自己可以 影響別人啊 就是 就對於生命這件事情 對 那 所以我其實還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 每個人其實都非常的重要 就是 包括 很多網友會留言說 欸他們覺得很開心 欸那 我因為 這些人留言給我 才發現說 喔原來我這樣做 其實是可以鼓勵到人的 那 其實我也會覺得很高興 對 所以 今天的重點就是 其實你講每一句話 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能會影響另外一個人 或者是 帶給別人希望 或者是失望 所以我覺得 要成為 別人的 偉人 而不要成為 別人的 小人 或者是人生命中的 惡人 對 那包括很多人在網路上面留言之後 他其實都不會想太多 他會覺得說 喔我隨便就可以罵你啊 什麼之類的 就 不要這樣好嗎 我只能說二有二爆 就這樣子喔 不是不爆時候味道 就這樣 對包括你說話做事情 其實都要多考慮一點點 好囉那我現在就要出門了 然後今天的膠水就是希望大家喜歡這樣子 對從一個 沒有睫毛跟沒有眉毛的人 對 然後變成 你看像這樣其實加了頭髮之後 其實他是蠻自然的 好囉那我要出去 跟朋友聚會囉 好啦然後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對喜歡的話就 幫我按個讚吧 就這樣 謝謝大家 掰掰 好然後現在是我回家 讓大家看一下我兩邊的眉毛 那個眉筆畫的 他就掉光光耶 所以說 持久度還是有差的 我這邊是用這兩支喔 眼線筆 這樣好 然後你看他 就真的很自然持久 然後這邊掉光 好啦 如果人生連慕斯都做不成功的話 我就無法踏入蛋糕之節 慕斯很簡單好不好 你有成功過嗎 有啊 我有PO過我的 我的